大家好,我叫Lucas 新年快樂 其實已經3號,所以我的新年快樂都比較像 今天我們會講New Year Resolutions 很多人都會有New Year Resolutions 但是什麼叫New Year Resolutions New Year Resolutions 是一個目標 是一個Dream 你想今年 會和上年會做些不同的事情 例如今年 今年我要 不喝酒 今年我要 減肥 很多人會有New Year Resolutions 但是很快不記得有New Year Resolutions 今天我想和大家玩一個遊戲 會令我們記得這些New Year Resolutions 我們要做一個List 我們會寫下我們所有的Resolutions 我們所有的目標 我們所有的Dreams 之後我們會黏下去奉唱 之後每一天起床 和每一天睡覺 我們會看到這塊板 之後我們會記得 對呀 我今年決定要做這件事 今年一定要成功我這個目標 今年一定要成功我這個Dream 我自己呢 都有幾個目的 今年 我會和你們分享 等你們都會鼓勵我 亦我都想你的Dreams 你寫下一些comments 等我和其他人都可以鼓勵你 大家幫助大家 我們幫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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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第一次的目的 是有6-pack 我覺得我越來越肥 所以我想有一個6-pack 我想配合 這樣呢 不可以再說 聖大大 沒有火米 所以你要寫上 你怎麼可以做到這個New Year Resolution 為了一個6-pack 我今年會跑1000K 對了 我要跑10K 100次 今年 就會令到我 有6-pack 我猜 那你要寫下你的目的 之後下面 怎樣可以令到這個Dream Become reality 我的大意 的New Year Resolution 就是 學五首歌 哪一首歌 我想學五個廣東話的歌 五個普通話的歌 和五個日文歌 為什麼我要學這些歌 其實都是為了我的目標 學多些日文 學多些普通話 和學多些廣東話 improve 我的language skill 是我第二個New Year Resolution 第三個New Year Resolution 我的第三個Dream for今年 是有多一萬個subscriber 是我的YouTube Channel 去年我已經達到五千個subscriber 好多謝你們 現在呢 我的next step 是多一萬個subscriber 即是我要今年去到一萬五千的subscriber 那怎樣可以 我要問自己 怎樣可以有這麼多個subscribers呢 那我決定了 我去鮮室仔 旺角這些地方 去唱廣東歌 寫一個牌 請支持我的YouTube Channel 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我怎樣可以有多些subscribers 那我都會做其他事情 要拍多些片 要出去做多些不同的東西 那就要加油 大四個 還有我今次的最後一個目標 for今年 是 我今年想設計一個電話game 我就希望這個game 可以有五千的download 如果有五千的download 我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那 means 五千的人玩過我的game 就是我會覺得我的game是好玩 比很多人喜歡 我就會覺得自己很幸福 所以今年我一定要出那隻game 還有希望會有五千的download 這個是我今年的第四個 New Year的dream 或者New Year resolution 今年的dream 那 那 怎樣可以 這個是我的dream 我怎樣可以 accomplish這個dream 有什麼事情要做 可以令到我成功這個desire 其實 我都覺得 只剩下一個方法 就是 每一天回家 努力 設計遊戲 努力打code 沒有其他方法 沒有人會幫我設計遊戲 沒有人會幫我打code 靠我了 那這個就沒有辦法 就要勤力一點做 就會成功 對了 那就是這麼多 我會寫我這幾個dreams 寫在我一塊板 貼在我牆上 我想你在comments那裡寫 你的dream是什麼 或者你的dreams是什麼 之後下個月 我又想你跟我說 你的progress是怎樣 我想知道 我想 witness 你的成功的process 那我希望玩這個遊戲 會幫到你 或者給你一點點 motivation 我都會很開心 我都覺得自己很motivate 如果可以和你們一起玩這個遊戲 我們就可以鼓勵大家 那就是這麼多 謝謝你們看我這段片 希望你們覺得好看 記住寫下一個comments 你的dreams是什麼 記住加油努力 我會下次見你們 Adiós Peace Pshhhh